在这一轮的中美经贸摩擦当中 301调查无疑是一个高频词 2017年的8月18号 美国正式对中国发起了301调查 这一单边行动引发了世界 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担忧 而正式基于301调查的结果 美国贸易代表处发布 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清单 那么这一份牵动中美贸易的301调查 究竟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系列报道 美国的301调查 正式基于301条款 而301条款则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301条款 是指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的 第301节 又被称为一般301条款 主要应用对象是具体的商品贸易 而广义的301条款 还包括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 特别301条款 和关于贸易自由化的超级301条款 及其配套措施 但无论核心内容是什么 301条款都属于美国的国内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301调查 从发起到调查 从最后的裁决 到最后的制裁 它完全是自己说了算的 其实从我个人来看 它不是具有单边主义色彩 它就是明显的一种单边主义的行为 所以从这个历史上也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美国这个301调查 它更多的是一种工具和手段 它可能觉得在某些这个 国家利益需要动用这个条款的时候 它才动用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统计 针对其他国家 美国已经发起过120多次的301调查 不光是中国 包括欧盟和日本在内 很多美国的重要盟友 也都曾经受到301调查的困扰 这一次是美国第六次针对中国 发起所谓的301调查 重点则放在了中国企业 是否涉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 和强制美国企业 做出技术转让等议题上 然而在这一份重要的调查报告当中 却有诸多的漏洞 例如报告中显示 对许多美国的在华企业 进行了问卷调查 在回答问卷的公司当中 有19%认为曾经受到过 技术转让的压力 既没有公布问卷的数量 也没有公布受访企业的名称 报告却通过19% 这并不是很高的百分比 得出了所谓中国存在 强制外资进行技术转让的结论 我想这些都是罔顾事实的一些质 更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其实他这一次调查 真正的是一个 遏制中国发展的这么一个工具 中美之间的这种 知识产权的转让 是完全基于商业条件的 没有任何一个逼迫的行为 包括其实我们在最新的 外商投资法中 外商法中其实也明确说明了 我们严禁任何形式的 以行政手段 来逼迫这种强制技术转让 美国301调查 对中国的一些调查的结果 它已经成为了美国政客的 这么一个工具了 好 感谢观看